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基线的运算法则 基线的运算法则 我们这里主要是讨论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运算法则 四则运算法则它是讲 如果在同一过程下面 fx和gx的基线存在 那么fx和gx做加减乘除运算以后 相应函数的基线也存在 并且有下面的结论 fx加减gx的基线等于基线相加减 fx与gx相乘的基线等于基线相乘 fx与gx相除的基线等于基线相除 这个时候要求分母的基线不等于0 由四则运算法则 马上可以得到下面的两个特殊情况 第一个 如果c是一个常数 那么常数乘上fx的基线呢 等于常数乘以fx所对应的基线 所以对于一个函数求基线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常数因子 这个常数因子我们是可以把它拿出来 对于fx的n次密 这里的n是一个正整数 那自然它在基线是等于基线的n次密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相当于c是一个常值函数 自然咱们利用两个函数相乘的基线运算法则 马上可以得到 因为常值函数它的极限就是这个数本身 对于fx的n次密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n个fx相乘 所以同样也是根据两个函数相乘的运算法则 得到fx的n次密的极限 等于基线的n次密 那么由这个结论 我们马上可以得到一些简单的事实 我们知道 对于任何一个x 这个函数 它的极限定义多少呢 根据极限定义 马上可以验证得到它的极限呢 是等于x0的 好 根据刚才讲的 函数的n次密的极限 等于极限的n次密 所以由它可以得到 x趋近于x0的时候 x的n次密的极限 等于x0的n次密 其中 这n等于1 2 这样的正整数 好 这是考虑的四则运算法则 所对应的函数极限 证明方法和我们前面讲的 数列极限的运算法则的证明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为了巩固 我们刚才得到这样的一些结果 我们下面考虑第三条 也就是两个函数相除的时候的极限 等于极限相除 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证明 证明这个特殊群性 马上可以根据第二条得到第三条 x趋近于x0的时候 gx基线等于b分之1 这里我们假设 gx基线 是等于b的 其中 并且不等于0 如果证明它 那因为fx除以gx 可以把它看成是gx分之1 与fx相乘 所以有第二条 马上可以得到第三条 如何来证明它呢 自然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gx分之1减去b分之1 因为gx分之1减去b分之1 等于gx乘以b的结论值 分之gx减去b 我要让它小于b分之1 那对这个分母的gx的决定值 怎么处理呢 好 根据我们刚才 说的这样的一个一般的结论 如果基线不等于0 那我一定可以找到 x0的一个曲线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间 它的决定值要大于一个 大于0的常数 所以 有前结论 已经存在 delta大于0 当 x-x0的绝对值 大于0 b小于delta的时候 有dx的绝对值 要大于2分之b的绝对值 因为b不等于0 那这样 我们有 dx分之1减去b分之1 好 它是小于2分之b的绝对值 乘以b的绝对值 分之gx减去b 等于b的平方分之2 乘以gx减去 请大家注意 我让它 小于ε 也就是相当于 gx减b的绝对值 小于ε 乘以2分之b的平方 而这个是条件 给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条件是讲 gx的极限 等于b 那根据 极限的定义 可以使得 gx减b的绝对值 小于ε 乘以2分之b的平方 好 这是一个分析过程 那么你可以按照定义 把这样的一个证明 完整地给它写出来 我想这个工作 留给大家自己课后来完成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简单例子 首先我们看立体1 假设fx当x7x0的时候 极限等于a gx极限等于b 并且存在x0的一个 delta曲线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间 fx大于等于gx 那么一定可以推出 相应的极限 也有相应的大小关系 就是a要大于等于b 好 这个当然很简单 由我们刚才讲的保号性 和极限的次质认算法则 马上可以推出来 我们看看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根据e的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fx-gx的极限 等于a-b 好 又因为fx-gx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由前面的推论 马上可以得到a-b大于等于0 这不正好就是a大于等于b吗 好 这个性质我们称为是保序性 也就是说 函数的大小关系 可以保持到极限相应的大小关系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pnx是一个n次多相式 现在又证明 当x7x0的时候 pnx它的极限 是等于pnx0 这个说明 多相式在任何一点的极限 就是它在该点处的函数值 道理是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 刚才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对于x的n次密 当x7x0的时候 它的极限就是x0的n次密 好 那你看看 一个多相式 不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密函数 组合得到的吗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 四则运算法则 马上可以得到 立体二的结论 就是多相式 在任何一点处的极限 等于多相式 在该一点处的函数值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rx是一个有理函数 分母是x平方减9 分子呢 是x平方减4x加3 现在要求x7二和x7三的极限 请大家注意 刚才我们讨论四则运算法则的时候 那么对于两个函数相处 如果分子分母的极限存在 并且分母的极限不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直接可以用两个函数相处的 极限运算法则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 在所考虑的过程下面 分母的极限是不是等于0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例题三 正在rx等于x的平方减9 x平方减去4x加3 好 请大家注意一下 当x去2的时候 分母的极限自然不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去2x平方减去4x加3 除以x去2x平方减去9 好 这个等于x去2的时候 极限是-1 x去2的时候-5 所以极限等于1五分之一 这是x去2的时候 那我们直接可以利用极限的 4x平方法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x去3的时候 x去3的时候 分母的极限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够用刚才的方法 那怎么办呢 有理函数碰到这样的情形 就是分母的极限等于0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0因子给它约掉 所以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函数 通过分解音试 得到x-3乘以x-1 下面是x-3乘以x加3 好 所谓的0因子就是x-3 所以我先把这个0因子给它约掉 得到x加3分之x-1 好 我们再来看它 这时候的分母的极限 是等于6不等于0 因此它等于2 6等于3分之1 好 我们通过这一个简单例子 告诉你 怎么样来求有理函数 当x去某一个有限点的时候的极限 如果在这个过程下面 分母不等于0 分母的极限不等于0 那这时候你直接可以利用4的因子法则 如果分母的极限等于0 那这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0因子 给它消除掉 下面我们来看看 有理函数 在x的区域无穷大的时候 在极限 我们考虑 力提4 这时候的分子分母 分别为m次多样式和s多样式 当然这时候的过程是x的区域无穷大 这时候能不能够直接利用4的因子法则呢 那也就是说 当x区域无穷大的时候 分子和分母的极限是不是存在的 很显然 分子和分母的极限是不存在的 因为过程是x区域无穷大 这个道理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自己客户了 好好思考一下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极限不存在的情况 转化成极限存在的情况呢 请大家注意 这里的多样式 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的最高次密 给它提到前面来 什么意思呢 我把分子分母的最高次密的像 就是x的m次密 把它提取到前面来 那么里面剩下了什么呢 剩下了A0加上x分之A1 加上x的m次密分之A1 然后再考虑相应的极限 然后再考虑相应的极限 这里请大家注意 这里请大家注意 x的m次密除以xn次密 那就是x的m减n次密 这里的m是小于等于n的 好 分别就这两种情况得到结论 如果m是等于n的 这个像给它消掉了 所以相应的结论就是这两个极限相处 而这两个极限大家知道 后面的极限都等于0的 都等于0 所以剩下了B0分之A0 B0分之A0 如果m是小于n的 好 后面的极限同样也是B0分之A0 但是前面是x的m减n次密 那我们知道m小于n的时候 x的m减n次密 它的极限等于0 所以是等于0的 所以对于有理函数 如果是考虑x区域无穷大的过程 那我们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刚才我们考虑的是 m小于等于n的情况 也就是分子的次数 不超过分母的次数 那么如果分子的次数 比分母的次数要大 这个极限存不存在 请大家客户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考虑两个简单的有理函数相减 对于这样的问题 自然我们可以经过通分 把它变成一个有理函数的极限 所以 原式等于 x区域2 通分得到x平方减去4 分之一 上面是x加2减去4 那就是x减2 刚才我们讲了 当分母的极限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把这个0因子 x减2给它约掉 x趋近于2 这里剩下一个x加上2 分之一 很显然 这个极限等于4分之一 是x减4分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